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 当断不断 必受其扰 报请中央立即解决高夫人的安全问题 是 高树勋起义 起义不仅在于平汉战役的胜利 而是在于未来战争的紧要关头 能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及时站到人民一边来 彻底认清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 反对内战 主张和平 另外 少奇同志 你尽快拟一封电报 给张爱萍控制 请他尽速办理高树勋家建的转移部 并转至河北解放区 并建告刘伯承 邓小平 马头镇离邯郸很近 邯郸乃是历史名城 因此高树勋的起义也可称之为邯郸起义 好 我马上办 总部电告我们高树勋部的家眷们 由淮北刑署的变异大队的同志们不日 即将安全地护送至解放区 盲定南同志报告说 高树勋为了新编帝八军的改变顺利 希望我们能够去个人 跟他当面谈清楚 郑伟 你看 这个事情谁去合适呢 理财务长是老西北军出来的 和高树勋又是老相识 此事非他莫属 老公相见 泱泱细弱江河 我看啊 最合适不过 那既然如此 我当然不让啊 不过我听说这西北军当中啊 高树勋是比较讲究的一个人 讲究一些个军阶呀 级别呀 规格这些事情 为了保证起义工作顺利进展 我们必须要把细节的东西 都想得再周全一些 我想要不要我跟参谋长一起去 这样既有人情分也有规格在你 你认为呢 好吧 报告 军座 共军方面的代表来了 快快有请 树勋兄 近来可好 李大雄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贵君如果派你做代表跟我谈判 规格上不对等 还是免谈吧 树勋兄是嫌我级别不够 那高将军看我这个级别是不是对等啊 博程将军 您好 高将军 欢迎 欢迎啊 这应该是我说呀 您怎么还反客为主了 我是欢迎高将军加入革命的军队 投入人民的怀抱啊 有道理 刘将军 请上座 既然高将军如此看重李术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高将军在这个时候 能够毅然投向革命队伍 意义重当 我希望高将军今后能够放下包袱 我们一道 并肩为开创民主革命而奋斗 谢谢 我高树勋 心向革命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一定会按照你们的要求 带领新边第八军 走向新生奔向和平的未来 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大部分将领都同意走革命之路 对于意见不同者 我决定后资以待 去留自便 至于将军之前所担心的家眷问题 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在这段时间当中 家眷会先后来到解放区 同你们团聚 如此我们就没有负担了 刘将军 你放心 明天我新边第八军将正式宣布 起 今天国民党新边第八军军长高树勋在邯郸前县正式向全国通电宣布举行和平起义 帅部投入人民怀抱走革命道路 原文如下 前边有个董正堂 今天又出了个高树勋 老树勋 老树勋 投降了共党 什么 鼠辈 鼠辈啊 背叛藏国出卖兄弟 他最该怪死 别想了 当务之急 只有破釜成招 杀开条血路 冲出去 几天后 马法武 宋肯堂率残部逃跑时被捉 上党邯郸战役的胜利 迫使蒋介石口头接受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要求 答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并签署了双十协定 1946年6月 蒋介石悍然撕毁协定 其中优势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 我禁忌鲁玉野战军 在渭河以北 齐河以东地区 包围了国民党军第二快速纵队全部 其整编 第四十一 第六十六军各一部 经两日激战 全歼敌军 并俘虏第二快速纵队司令 离手证以下九千余人 听到没有 我成和小平又打胜仗了 是啊 是啊 当我们还在为上一个胜利高兴时 他们前方又传来了新的捷报啊 怎么 玉北战役也结束了 刚刚收到的 安阳大吉 全街整编第四十十 两个团 及地方武装六千人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一年多 刘伯承邓小平 可谓是战国呵呵呀 从上党战役开始到玉北战役结束 他们逐鹿中原实战世界 不但巩固了根基地 还为人要挺进东北创造条件 可谓一石三鸟啊 玉北战役的胜利 以陈邪兵团的进南大吉 从某种意义上讲啊 部分完成了我军的战略转移啊 是啊 按目前态势来看 火兵从战略防疫 转入战略反攻 打过火火去 那你们说啊 下一步 我们是不是该把刘伯承这个守门员 改作先锋啊 根据中共中央 中央军北和毛泽东 主力达到外线去 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城市 刘邓 陈素 陈谢三陆大军 呈平字形阵势 协力作战 机动歼敌 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 1947年6月30日晚 刘邓大军一举突破 国民党黄河防线 揭开了人民解放军 战略进攻的序幕 你们口中号称固热金汤 钢铁般坚固的黄河防线 在刘伯承邓小平手里 就是一层窗户子 一桶击破 现在共产党的镰刀斧头 在我们的青天白日之下 攻城略地 形同割韭菜一般 八天之内 连夺我运程定讨朝鲜组成 只是我整个东路军 都塞了人家的牙缝 我曾讲过 打仗 必具备四个不止 寿命不辱 灵难不苟 受伤不退 背负不娶 可是我们的 整支整团体 成了人家的俘虏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党国则辱 军人则辞 是 报告 进来 回座 第二兵团王敬九司令长官 到了 请他进来 是 兵校长 学生王敬九 前来报到 坐 有瓶啊 前方的情况你都知道了 学生也是刚刚知道 以我的了解 你是很能打的 在鲁南 你就与刘邓交过手 对他们的打法和特点 你很是了解 我考虑再三 决定这次让你挂帅 这个 怎么 要顾虑 是 校长 刘邓有十万之中 卑职 这个你不要担心 我把围剿刘邓的东西两路人马 统统交给你指挥 实力上比刘邓指强不弱 如何 谢校长 为了大国的明天 卑职院干脑涂地 万死不测 好 好 昔日我成年 将来能共生死者 毕我黄埔之将士 果真不假 来人 伟统 你去 派我的转车 送由平达机场 校长 你不必客气 等等 由平啊 校长 这是由我签名的照片 送给你 就知道我陪你在战场上杀敌 今后 我就在此等你的街霸了 谢校长 主席来电 要我们放手消灭敌人 主席说 尖敌越多 对于山东战场上 粉碎敌人的攻势 乃至日后挺进大别山 就越为有力 要我们要抓住机会 目前 敌整边七十师一个半旅 三十二十两个旅 分别抵制六营级 独山级和养山级 他们在巨野东南 打下一字长蛇阵 这是我们尖敌的好机会啊 天机难逆 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命令二三六宋 立即长途奔袭 直接向敌人展开攻击 要不能给敌人 任何喘息与调整部署的机会 是 喂喂喂 六营级 六营级马 喂喂喂 喂 报告 董事会 大事不好 六营级守军全机封没了 快 同志六十六师长 宋瑞康师长 立即强占阳山级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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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阳山机 我们在按中央的部署修整 西连 进攻之前地形都看清楚了吗 司令 部队发起进攻太快了 没来及细看 糊涂 我反复跟你们强调 是 是 理解给我提五十八十卢道研施斩 老师长 我是王靖九 我命令你 立即去阳山机靠拢 替六十六十解位 我不管 你给我听明白了 你给我听明白了 宋瑞科 来围坐陈长官的心腹哀教 谁怠慢 就是找死 长官 长官 既私兵团 王忠连私人长官来电 由于道路宁静 该部无法按时到达阳山机 混蛋 谈生怕死 罪不肯撤 罪不肯撤 王忠连辞不前 这是怕死 我曾讲 破山中之贼欲去心中之贼难 必须坚决遏制罪中临战切阵 害怕共匪之情绪 上我命令 命王仲连加速推进 如有延误均发重视 明白 当然了 我将领中更多的是 能坚持黄埔精神 与党国共度时间之精英 这两天六十六师 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 就达到十分顽强 堪称典范 你通知国防部 授予宋瑞科师长 二级云辉勋长一枚 并对全师勇敢作战的架师 予以加奖 同时致电宋瑞科师长 顽强坚守战斗到底 只要有我蒋中仲在此 绝不会让他孤军奋战地 刘国成邓小平想跨越杨山极 那得先问我蒋某答不答应 备至这就去办 等等 为了鼓励宋瑞科师长安心杀敌 所以我要给他写封亲笔信 你去吩咐空军 一定要想办法空头给宋司长 是 瑞科武帝 阳山苦战 忠正文之 忧心如焚 当危急存亡之时 武帝 有以伤亡士兵为面 甚畏 望武帝 转告部下官兵 及诸同僚 目前虽处危急之际 也应固守到底 西武帝来上帝庇佑 争取最后五分钟之胜利 没了 还有一句 蒋中正敬上 这个蒋介石啊 太抠门了 都请上帝庇护了 咱们才要了五分钟啊 那哪儿够啊 命令部队 立即展开 对阳山级的总攻 我摇走和雪球冲啊 冲啊 冲啊 冲鼾 arrang 海对 太迟了 郎山展界赴阳山 抛护雷鸣 延武界 千万局民齐派社会 刑侃自敌多臣关 扎财某 怎么了 司令员刚睡不久 你看 可这是中央来电啊 拿过来吧 黄河的水位 在直线上涨 形势急人 但更急人的是敌情 蒋介石救急了二十八个旅 向我们扑来 根据这种形式 我和政委研究决定 我们提前向大别山跃进 原本我们打算 打两仗再走 但毛主席不同意 并且一再地督促我们 要不顾一切实施跃进 并且特别强调 现在陕北甚为困难 要我们执行越近 在战略上牢牢地牵制敌人 掌握战略的主动权 因此大军南下 必须要立即展开 越早越好 越快越好 为了大局 我们只好做出牺牲了 通知不对 不要连战 参部长 立即起扫电文 向中央和军委 报告我们的部署和决心 同时 向各作战部队 下达预备出发的命令 是 主席 主席 来啊 博城和小平来电了 他们决定按中央的部署 修整半个月 向大别山跃进 刘邓这个决定 甚好啊 来 休息一会儿吧 来 大家休息一下 好消息啊 主席啊 千里越近 情况复杂 一定要通知部队 注意他们的隐蔽性 千万不能 麻痹大意啊 我看啊 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干吗 只要能顺利地到达大别山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重大胜利 那样的话 我们就掌握了 战略的主动权 我们的部队就牵着老蒋的鼻子 团团转了 为了保证行动的高度机密 达到战略突然性的效果 在于越近途中 如与紧急情况不及请示 可由刘邓极端处理 司令员 有事吗 你们歧视女同志 怎么回事 请离越近大别山 为什么要规定 非战斗部队的女同志 一律不准参加 来 坐下说 指挥部确实做出了这样的规定 我们此次越近大别山的行动 目的是要不断地突破敌人的重兵防守 目标直指敌人的心脏 因此 行动会非常危险 我们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就连毛主席也对此次行动的结果 做出了三种预测 你是个女同志 又是新华社的记者 大知识分子 是我们党的宝贝 司令员 跟着您 我们一定可以争取到 一种最好的可能 您经常跟大家说 东不服求 与不张盖 与众同也 其身正 不令而行 我还记得 您在禁忌鲁豫中央大会上 曾经说过 战争的真理 不是在于去死 而是在于战斗 虽然我是一名记者 但我从来没觉得 自己是一个大的知识分子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 司令员 这次挺进大别山 我一定要参加 大人 和他 哎呀 不得身体 还是要我们需要 你也要 我寻求 现在 说实话 我 27 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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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是不会用眼泪去侵占的 对吗 据我们估计 刘国成很有可能 顶不住我们强大的攻势 会为了黄河北的老家 溃捕成军 向南逃船 电台呢 没有监听到他们的消息吗 这段时间 刘邓共匪所有的电台 都在寂寞之中 估计是在逃命吧 不过据飞机侦查 在黄泛区有共匪活动的迹象 沿途随处可见 被炸毁的车辆和打炮 黄泛区 对 不好 刘国成 邓小平根本不是什么逃窜 他们是有目的地 向大别山挺进 这是战略进攻 我让 刘邓共匪的阴谋得逞 他们就像 在我中原心脏腹底插上一把利剑 将直接威胁南京武汉 现在是一帮存财 无党无关 传我命令 立即撤销 陈城参谋总长之志 由我坚人 马上通知 罗广文王敬九 立即展开赌揭 我乘飞机亲自指挥 此次作战 一定要将刘邓共匪 彻底歼灭在 鲁河年外 鲁河南岸 第八十五十五少州部队 已经进入游防殿 我们前进路线被敌人封锁 我五十二团 已经占领了南岸大雷港 搭好了福桥 可是敌人火力太猛 我们过河相当困难 敌人有可能已经 察觉到了我们 挺行大背山的战略意图 所以才在鲁河一线 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 他们是要下定决心 把我们赌回去 毕竟现在有三万余人 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追击我们的罗广文部队 有三个师 跟我们只有五十里了 情况确实非常严重 如果鲁河过不去 不但影响战略越近 恐怕我们有 全军覆没的危险呢 我们只有一种选择 就是杀开一刀血路 突出去 纵队首长让我吕 从正中杀出 从两面撕开两个突破口 边打边插边撕 一个点都不能留 绝对保证刘队首长 和野战军机关 南下部队的安全 四十六三 到 继续带人后卫 在部队十五公里处 阻击敌人的追兵 一定要守住大小雷杆 坚决守住野战军机关 和南下部队的全部过河 如果来不及撤退 就留在园地打游击 以后再归见 是 刘太宗 到 四线队位 你们怎么来了 太危险了 不用管我们 打你们仗去 刘太宗 消灭敌人记住 四个字 要忙 要勇 是 司令员 来人 赶快把四线队里偷走 快 是 接着 集合地面 横垫的淮河边 接住了司令员 赶快把我抵护 赶快把我抵护 去 你 你 这 你 你 就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拿出一条血路 坚决打过去 要不惜一切代价 不怕任何牺牲 坚决打过去 司令员 政委 这炮弹可不长眼睛啊 闪开 敌人的炮弹不认识谁是六波城 同志们 敌人已经把我们逼上了绝境 要想至死地而后生 我们都必须坚决的 在汝河的正面撕开一条三公里宽的口子 要杀出一条血路 这里没有前线和后方 也不分战胜和首长 我们是十万勇士 共同重成的一把利剑 直查蒋家王朝的心脏 侠戮相逢 勾格尚 快 快 来 不停后退 你这刀炸成炮灰 你得给我撒在这地上 谁要是后退半步 我毙了他 都给我听好了 把指挥布给我撤了 才是传心的掌兰子的拿起武器 给老子上导地 是 拿个球结果 老子耐用于这导地 战战 撑得住吗 司令阳 这是我扇战 跟你闹革命开始 就没见过比我命硬的 你就放心地过河吧 有我身战在这戳着 不少都战贵儿的死定了 你给我听着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你都必须坚决顶住 听着 是清楚 老子会在淮河边上等着你们 是狗熊 今生无需再见 三岭 淮河边上见 如何是让他们冲过去了 这是我们堵截不利的结果 你们现在要加紧追击 绝不能让刘伯成 邓小平 再过淮河 卫总 讲 空军方面报告 刘伯成 邓小平 已经到达淮河边上 我先投部队六十五十 相距共匪 仅仅不过三十公里了 给我接王敬九司令长官 敬九妈 我命令你 加紧追击 一定要把刘邓 截灭在淮河 刘司令员 听说部队在过入河的时候 打得非常拥有顽强 我想写一篇通讯 记者同志 现在不是过入河的问题 我们现在想尽办法再过淮河 司令员 你还是跟我们谈谈吧 现在形势非常危急 我命令你 马上跟上大部队一起过淮河 有什么问题 过了河之后我们再说 好吗 是 有什么 司令员 同志参谋长 马上组织人驾桥 好 我已经探过了 水晴可以 是 从渡船到架桥 再到屠射过河 这个过程跌宕起伏 充满了戏剧性 是 司令员 我想问你 如果淮河不能图射 那 那我们将面临这种非常残酷的战斗 所以 由此看出 我们此次侦察工作做得不好 侦察工作粗制大业是要害人的 是要害死人的 司令员 政委 你们看 前面就是大别山了 这一带是红四方明军的根据地 怎么现在进了村子 连个老乡都看不见 根据地的老乡怕红军 这不正常 红军的孤业 大别山的女婿回来 是什么意思 我的嫂夫人汪荣华 是安徽陆安好家级的老红军 你不是红军的孤业 大别山的女婿你是谁 报告 报告 司令员 政委 村里的老百姓看到标语 都回来了 他们都说想见大别山的女婿 和红军的孤业呢 政委 你这主意真的不错呀 老乡们都在哪呢 他们都在院子里呢 好 走 看看去 政委啊 你这工作做到前面了吗 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香气 首长 对不起 对不起呀 我们不知道你是当年的红军 也不知道你们在这待多久 这兵荒马乱的 请你们多多原谅 多多原谅啊 您老是 我是村长 对 还是红军那时候 大伙选的呢 前辈啊 老革命了老人家 不敢 不敢 乡亲们好 好 好 乡亲们 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 今天又回来了 今后有乡亲们 一杯女婿上门的回门酒喝 对 在这儿能不能跟 给中队司部长退给我的 退给你的 那他们吃什么呀 他们说 不对反应 您肯吃抗咸菜 也不吃这种 天不饱肚的糙米 他们让我拿这个糙米去混白面 可附近的老百姓 连麦子都没见过 您让我去哪儿换呢 你去告诉他们 就说是我说的 让他们把大米都领回去 糙大米怎么了 吃不得了 吃不得了 这可是大米山的老百姓 从牙缝里抠出来指引我们的 刚打了几个胜仗 了不得了 还知道自己姓什么吗 为难情绪 纪律松弛 享乐主义 这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我看 要给部队约法三章 强打老百姓者枪毙 强奸妇女者枪毙 抢掠民财者枪毙 这要作为一道命令发下去 不然 蒋介石没把我们赶出大别山 我们自己把自己都赶出去了 同意 照此办理 大家躲起来 来 站住 谁啊 赶命老子 喝酒了 哪买的 那边的铺子里 带我去看看 不是 是老板主动赠送的 主动赠送 那就更得问问了 这个 郑伟 郑伟 是我抢的 岂有此理 带走 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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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枪毙 辞不长兵 快走 放开 走 走 走 我要见刘孙女员 村长 刘孙女员 见我这个女婿什么事 我给你抓了一个水鼠 给你送来吧 她是我们村的 丈夫是国民党 还私藏粮食 准备给她丈夫送去呢 这位大嫂 你丈夫 当国民党兵几年了 有两年了 回来过吗 回来过两次 又被抓走了 那你这粮食是准备 长官 这粮食是我私藏的口粮 我和孩子已经藏在亲亲家 可不能老吃人家的呀 我就想着回来哪里回去 小姐 多 ا亲亲家里住着 不方便 还是自驾叔叔 回来吧 好 好 你要在家里村 Savior 我来你 快回去了 他回去了 快 小姐 那怎么被他给放了 村长 像这种情况 咱们村里多吗 挺多的 咱们村哪 光让国民党 抓去就十几个呢 像这种国民党兵的家属 不应该算作肥肃 他们也是劳动人民出身 跟我们都属于 被压迫的结局 但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要感谢 我的这些乡亲们 我发现大家这个 警惕性很高 那就请回吧 好 请回吧 走了 走 走 老儿子 老儿子 站 包苏元 他唱反动歌曲 说说情况 今天跟我们帮助的是 特务联的傅鲁兵 我们在干活的时候 听他唱反动歌曲 你这反动歌曲 是从哪儿学来的 在小铺听来的 觉得曲子好听又好记 就哼出来了 知道那歌词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给他松吧 这 你还让我亲自动手吗 你可以走了 是 是 是 来 来 给人家道个银 请回吧 心里还有点不通是吧 做群众工作 要耐心细致 不能简单粗暴 那反动歌曲是国民党编的 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再说了 这国民党唱了那么多年的反动歌曲 我们不是也健健康康地活着吗 我们的队伍不是也 越来越壮大了 不要在意这些 我们要在意的是 要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服务 要为人民谋福利 这样一来 你让他骂你 他都不会骂你 别忘了 对 四伯爷 四伯爷你怎么了 嘘 四伯爷火大着呢 小声点 冲谁啊 还能冲谁啊 就光山决业仗的参政部队呗 司令员还骂他们没长 算了我不说了 我说不出口 挺难听的 那我进去了 我说你开心 没什么东西 我说不思认 我说不不认 你们不先